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一連一到的預錄場片 歡迎你來吧 我們今次的節目就是講第四十二屆香港金像獎我們做的評測 今天又有我零一和映童場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們這次就會分開三條上演 希望大家都會繼續看完我們這些片 事不宜遲,立刻開始 好,之後就輪到最佳女主角 鄭安琪,484家族 惠斯瓦,筆日成婚姨,余香營,百日之下,黃丹妮,獨視大狀 宗雪營,填瓷倫 第一個,先說一些陪跑 鄭安琪,沒問題 四百四家族,反正只有我看了 鄭安琪,其實都真的很久沒看他拍戲了 對上一次看類似,我記憶已經是死神傻鳥那些 我覺得《死神傻鳥》是好東西來的 但又是一些很underrated,然後很少人看過的電影 你整家都是賊來的 我到現在印象很深刻的 他那個牛奶瓶裝著那個炸彈 那間在地庫的銀堂 那個王冠鐘 全部都溺溺在目的 一套好的電影其實就是這樣 你看過可能是一次 最多兩次 但你腦裡的畫面全部都還印在那裡 你還記得那個故事說什麼 所以我們就要買保險 你說人生幾乎無償呢 我們可以繼續寫安琪 其實很久很久沒有看過他拍戲 然後他現在一出來 就再做一個叛逆媽媽 叛逆單親媽媽 但是他又不是真的他媽媽來的 他是陳樂廷 是他朋友的兒子來的 受人所託,照顧他們兩個 好像是他的朋友兩夫妻一起 車禍死了 所以他兒子就交託給他 但是他自己都不是很安好 他是有那些遺傳病 是記憶力會衰退得很快 所以可能他自己都未必照顧好自己 所以他就很心急 要在他還非常記憶力 算是健全的時候 照顧到他的兒子 他就變得很心急 很多事情他要快點去完成 兒子要快點去獨立 做好全部事情 所以很多事情會令他很悶悶 前期其實都未揭露 其實他有這個記憶病這個問題 只是你看到他是一個 很不知所措的單親媽媽 經常搞些事情都很吵架 而後期慢慢就揭露 為何他那些東西這麼吵架 原來他很容易會忘記那些東西 連自己住哪裡都可能會不記得 已經不是說那些忘記了要做飯盒給兒子 忘記了廚房開了火這些小事的東西 即是你後來他就要開始演繹 為何他會對周圍的事情這麼焦慮 一來他會怕不記得 他著緊的東西沒有人再著緊 然後到之後更加太力羅賓 突然殺回來 即是他一個他之前很生氣的老爸 即是拋棄了他一走了之的老爸 即是他再帶一個阿妹回來 令到他原本已經不太穩陣的生活 更加起動盪 那他就要做完以上所說的全部事情 沒辦法就是他太久沒有演戲 他很難做到這麼多這麼複雜的事情 然後做到面面俱緣 但是為什麼他會出現在這個名單呢 這個名單最佳女主角 但是我聽你說是 他好像連接著這個角色都還沒做到 在你眼中 不是還沒做到的 但是你會覺得很偽偽婦 你會覺得他還是很謝安琪 但是有一件好 就是因為這套是一套音樂電影 所以另一半他要做好的事情就是做好音樂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行了 因為謝安琪的強項就是做音樂 我在之前那條影片也說過 因為其實我本身已經很喜歡謝安琪唱歌 所以他本身做這件事 我已經覺得是非常適合 他要做主音 他要在裡面唱他自己作的歌 這一方面是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他就以這個歌手的身份 再去做他焦慮的事 就是他記性不好 他連歌詞都會記得 怎麼算好呢 然後他連他最喜歡的東西都把握不住 怎麼算好呢 這一刻 所有事情就變得很真摯 很真情流露 他就很容易去貼近到這件事 因為我相信其實他自己 真實本人謝安琪都真的很喜歡音樂 很喜歡唱歌 那這個一定的 否則他怎麼可以做到這麼多年一個歌手 是 所以他就可以很真實呈現到 或是幻想到 如果我真的去到有一天 我會這麼容易去淡忘一件事 或者連我最喜歡的東西我都把握不住的話 那我還剩下什麼呢 我追趕了這麼多年的驚訝 還剩下什麼呢 那一刻開始就全部東西很貼近 突然間很貼緊的角色 然後就很貼緊到觀眾的情感 很拉扯到 突然間全部東西就扯緊了 那所有東西就好像你說的 整件事都成立了 為什麼他會做這個角色 為什麼他這個角色是合理 所有東西都已經成立了 如果你那個疑問 為什麼他可以做到最佳女主角呢 就是說 你說這套是不是一套好電影呢 我會覺得是的 也是香港人都應該要支持下的一套電影來的 就是沒有理由很抗慨 裡面沒有什麼元素會令你很討厭 香港又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罕有地 有音樂電影的 就是專屬香港的一套音樂電影 你是很難找到的 就是對上一套可能已經是郭富城陳偉林 那套 鮮樂飄飄 鮮樂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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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對上已經是這個程度 他裡面既帶到一個完整的故事 裡面音樂也都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我不是說音樂在香港的重要地位 是音樂在這套電影為什麼地位重要 因為每一種音樂樂器或者甚至樂器 是代表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樂器代表不同角色的性格 他們各自需要呈現的面向 導演是成功將所有的緊構著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這套電影很電影 但是你說鄭安琦在裡面是否真的做得很出色 很出眾呢 我不敢說是 但是我剛才的說法就是 它是令到很緊構到這個角色 成立到為什麼他這麼中音樂 為什麼他這麼怕他病發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你會理解到的 你會共情到的 所以其實可能是其他候選比較弱 所以令到他只是做到 令到角色成立這件事 已經可以站到在這個五強的位置 然後我就直接接了 衛斯亞 因為衛斯亞在《不入成婚》這個系列 做的曾可兒 她這個角色是一個很平凡的女生 你可以在香港可能收拾十個女生出來 有八個都是這樣的 然後這件事也是這個角色成功的原因 就是大家很容易 一些女生很容易就可以在曾可兒這個角色 看到自己某部分的影子 你不需要跟她100%很像 但是我看到她這件事跟我的想法一樣 她那件事的做法會跟我的決定一樣 那你就很容易被一些觀眾去代入到這個角色 這件事是成功的 但是...但是...但是... 你說最佳女主角 其實這五個字很沉重 是不是曾可兒這個角色 或者衛斯亞這個演員 是可以擔得起這五個字呢? 你問我是有距離的 那個距離還要是相當之遠 我想她自己也知道 都是覺得自己有提名 她可以穿件漂亮的衣服 坐在那個位置 已經是她的一個里程碑 你問衛斯亞她是上水人 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其實大家都一定看過 她在上水石灰虛麥當勞拍照 然後就憑著那張照 就成功做模特兒 然後入行 整件事很順理成章 大家都一定知道這些東西 然後對於我這個年紀的人 就看著好像這個女生 就一直一直去成長 去爬到這個里程碑 我覺得挺開心的 但是你問 最佳女主角 之前這些是誰拿的? 是搭血沉迴春夏拿的 是這麼複雜 這麼難做的角色 然後她做出來 而且帶動到劇情 帶動到觀眾的情感 相比之下 曾可宜這個角色 就是一個落後很多的東西 是一個演技獎項來講 我不是說這個角色不好 還是什麼 其實我也是一個寫得很好的角色 是大家可以很有代入感的角色 但是你在一個這樣的比賽 一個演技的比賽上 這個角色就是吃虧 你想想一個歌唱比賽 你走去唱這個 Special的深夜告別練習 那首歌就是 很平凡 那你跟別人唱那些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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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你贏的機會 也會低很多 我覺得這個題名對於 ear's-like 是一個很好的鼓勵 不過要獎 距離距離很遠 你問我 甚至比謝安琪更遠 但他持有好處 他有金燮玲跟τάофör 金燮玲可以發 RemGI 很漂亮 還說他擋得到 你就覺得這個女性 做得Vq 居然撐得住 沒被人打死 我覺得可能有些獎就是你要給了這個獎的那個人才是一項鼓勵 但是現在就是可能他有提名 可能對他來說某程度都已經是一個肯定 就是可以令他繼續走下去的一個肯定 你坐到在五強裡面 這件事你可以令到這個女生覺得 其實我做了這十幾年是沒有白費 我入了行我不是真的打份工 原來都可以走到這麼近 原來我是一個演員來的 我不是一個廣告從業員來的 我不是一個活動參加員來的 我是一個演員來的 或者花瓶啦 就是這樣 之後就 魚香營 不如黃丹來吧 魚香營是唯一一個有得打的 可以了 你繼續說下去吧 那- 劉青雲啊 你有得打麥嗎 蝴蝟蝟王 ELEPHON咬著他 死啦我有少少關了蝴蝟 所以我們和先說了沒得打的 黃丹妮你先說吧 黃丹妮呀 毒攝大狀 恩... 額阿... 還要入圍五強這件事更加神奇 即是你問我 他拍完Rancy 短分中計 一定Rancy出場多過 為甚麼? 他的角色就是這樣 他大報時間在坐牢 你探牢你才見到他 我寧願其實 你丟金手指 蔡卓賢進來 我更多話說 對呀 金手指蔡卓賢是多話說的 你不要理會他做得好嗎 即是阿薩永遠都是阿薩那些事 但我有話說 但黃丹妮我不知怎麽算 即是 問題是 不是 他有 不是那個 演員有問題 我覺得那個題名有問題 不不不 你想想 審死官 你沒有理由戚秦時報女主角 女主角是沒染坊 我又哭 是啊 你戚秦時你只是被人診那一下 你沒有東西做的嘛 其實就是這麽尷尬 即是 他不是真的女主角 雖然他現在是這樣報 我當是啦 我當是啦 即是 可能就是很欣賞他有一個 一個模特兒 可能是 絲絲紋紋的 美女女的 之後在 監獄上 就開始被年月催殘 或者被世界催殘 之後他就變成 吃煙啊 又說粗口啊 又成啊 即是 那個人越來越殘 或者我們集中說 他跟他女兒的感情 那件事都是不夠深刻 即是你問我那個演技上 你怎樣可以表現到 他跟他女兒的感情 我連他 他對 拍天蠟 即是他 他跟他之間 有什麽 這麽深的愛意 我都感受不到 其實我都不太清楚 是的 即是你問我 我覺得我王丹寧 其實這部電影 他deliver不到那個感情出來 其實你都靠回憶 回憶去轉述的 即是其實沒有什麽實例去說 我雖然說 非戰之罪 即是 喂 你是探監見他 說兩句 有時候你去探監 他都不肯見你淋涼水 那他有什麽時間做戲 所以我剛才不是說 不是演員的問題 是個提名 我 令我覺得有問題 Something is wrong 是的 那我明白的 你女主角 不是 女配角已經報了那麽多人 那難道我再塞人了 女配角嗎 但是你問我 即是你數一分鐘 你開一部電影出來 你數楊詩榮出了 Rancy出了幾多分鐘 你開一部電影出來 數黃丹利出了幾多分鐘 我肯定100% Rancy比黃丹利多 不知道 那可能別人的策略來的 是的 這些比賽 即是你填表 這些都是策略之一來的 是的 即是好像別人 那些日本空手道比賽那樣 五仗去打的 那麽就主仗打下仗 下仗打中仗 那麽可能是這樣的 你亦都沒有辦法去阻止我們 將他跌入陪跑名單 然後他的陪跑度 是比謝恩奇和衛斯亞更高 更陪 更陪 是不是陪跑 還是陪陪跑 好 那跟著說Eleven還是說 沒有沒有說 我們先說魚香營 魚香營 好 留清文先 魚香營 唯一一個有得打的人 魚香營 不行 其實我覺得其實那個問題是 其實整套戲你看完 你會覺得 最出色的女演員就是 梁翁婷 魚香營 不是 那麽 有大力去擔起 這個角度 我覺得 我這樣說 我其實我很喜歡文進說一件事 就是 鄭伊健在古惑仔裏面的角色 是令到 即是陳浩南是 沒有東西做的 他是要不停地等一些東西 跌下來他那裏 即他是 他是有可以有東西決定 他是有主動去做一些 但是他是 不可以負責推進的劇情 因為他是負責看著這件事發生 陳浩南就是要負責看著這件事發生 搞事那些是什麽人 就是山雞 你得罪台灣的黑手黨 就是司徒浩南 我同流灣就是一個浩南 台灣那個叫三聯邦 黑手黨意大利的大哥 好 三聯邦 你就是要其他角色去推進的劇情 你陳浩南就是不可以推進的劇情 因為你那個角色的本質 你就是要負責做鏡頭 站在那裏看這個世界 余香營在白日之下就是這個本質 他就是要負責去看這個世界 即我不可以由姜大衛的角度看這個世界 我不可以由胡鋒的角度看這個世界 我不可以由修漢寧、梁翁廷的角度看這個世界 我更加不可以用林寶儀的角度看這個世界 我唯一可以看這個世界的 其實就是余香營和萬良仲恨 因為他們是一個正常人 所以他們要負責帶觀眾進入這個世界 然後他們肩負著這件事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去開展一些很驚喜的演出 但是余香營在白日之下 仍然可以得到這麼多演技上的肯定 是因為這代演員也是這樣 他們有很認真去看待這個角色 之餘 他是有嘗試去帶一些這個角色的價值給觀眾 就是你會看到這個老屁股記者 他會用盡他自己的所有方法 去把這件真相放在別人的面前 他有展現到白日之下這個主子 就是他們看著車的天的主子 怎樣看回收標題 對 回收標題 他有做足他要做的事 然後他做得很好 他帶你 他帶你看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埃及 這個金字塔 這個施生人面像 這條里羅河 但是你仍然感覺到這個導遊做得不錯 而不是你會想著看金字塔 金字塔很高很美 而是你仍然感覺到這個導遊幾有心機 做得不錯 這件事令到他有這個位 然後你五個人裏面 只有兩個人是可以合格去到這個位 是碰到最佳女主角這五個字 所以我剛才一來就留清雲 就是你有得打的 你是唯一一個有得打的 是的 因為其實他是大多數社會人的角度 就是我們之前說許月商 他就是我比喻就是360度裏面的五度 但是我覺得魚香營大佔了150度 即未到180度又超過了90度 大概拿個中位數 我會這樣想 150度左右 就是被社會磨蝕的 被世界打敗過的人 然後不斷打敗過的 但是就是這件事他再次嘗試去挑戰現實 去挑戰世界 可能是有一個掙扎的 有一個拼搏過程的 即是我覺得他想呈現這一面出來的 那你說他做得好不好呢 是好的 即是他有自己再Add Value 即是按在劇本上面 他描寫出來的一個角色 他自己再創造多點面向出來的 我覺得是有的 那只是我覺得 和你剛才說的都一樣 就是他在坐著等著天下跌一些東西出來 推動他的角色 推動他做某些東西 他沒有辦法他獨立地去創造一些 劇情以外的事出來 這個就是剛才我說的導遊那個 那個比喻 即是你去埃及 我當然是 即是你白日之下就是埃及來的 你就當然有金字塔 有私人面像有很多東西看 但是原來你是去大埔的 我就只可以給大埔海濱公園 即是如果他這個角色 即是幸好 白日之下是埃及來的 不是大埔來的 因為他這個角色就是一個導遊 他就是可以把東西帶給你看 然後他不是 即是你給錢的原因 你去旅行團你給錢的原因 不是因為那個導遊做得好 你是因為那個地方漂亮 你是因為那個地方有虛的價值 但是現在白日之下就是可以告訴你 金字塔固然好看 但是這個導遊都很稱職 都很盡責 是的這個導遊也都做得相當好 即是我到最後那一天 在旅遊巴東我會洩點錢 就信封的 那那個程度 可能就是 可惜的就是這樣 即是他這個角色就算 即是他不是 即是當然他這麼用心機做是 非常值得贊助 即是就算他可能當上班這樣做 對於白日之下這套戲的傷害不會很深 幫助一定有的 幫助一定有的 但是 是的 我遇到一個衰導遊 但是我仍然去到金字塔 所以當然可能玩得沒有那麼開心 是的 但是我仍然去到金字塔 但是我遇到一個好導遊 那當然是好 即是又玩得開心 金字塔仍然是一樣有得給我看 一樣有得拍照 然後再要輔助底下 白日之下是裏面有很多 很恐怖的景點 私生人面相真的很私生人 金字塔真是很金字的 開羅真是很開的 那個System上會領尾一個頭 問你謎語的 那個屎花克斯來的 很好看 好大鑊的 白日之下是一個很大鑊的東西來的 即是我覺得 對很多其他參賽者來講 是一個很頭痛的存在來的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好有得打呢 是因為樣型 就是他身邊全部都是一些 很好打的人 他沒有得不好打 他沒有得選不好打 但都好幸 好幸 就是他本身都是很努力 很用心去做這個角色 所以在這麼多人吐他的情況下 他都沒有失色的 沒有失招的 即是可能是說 梁仲恆啊 林寶怡啊 不斷咬他 打到豬頭那樣 沒有問題 這個真的 即是你站在梁仲恆旁 你沒有被這傢伙搶光 所有幫忙 你已經贏了 是的 他現在好像陳國昆 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件事是 應該被 贊他 但是 是不是真的有得打呢 就要 真的要介紹下位 Elephant 中雪翼 大家可能看他上一套就是 殺出過黃昏 他那個時候 都是扮一個 小女女的 年輕女的 那 這次就真的 由頭大到落尾 我想說 殺出過黃昏的時候 我已經很喜歡這個演員 因為我是 之前完全不認識他的 即是正常 我不會無緣無故 走去看亞洲星光大道 然後記得有一個這樣的女生 就算有都沒有關係 因為他現在是一個演員 因為我看完 黃昏 我以為 哪裏找到 一個 這麼 小的 小女女 做得這麼好 然後 我看完電影之後 我搜尋Wiki 哇 這個女生 原來這個歲數 即是保護一下她 原來這個歲數 就是她 為什麼可以扮小女女 扮得這麼像 然後還扮一個 做得這麼好的 小女女 哇 怎麼做到 這麼厲害 這個演員 那一年她贏不到 最佳新演員 我是覺得超級不值 我是殺出一個黃昏的粉絲 奇怪在呢 其實她不是有什麼 演戲的背景 好像是全理系 然後她就 真的去做填詞班 然後她就不知道 做那些什麼 滋滋 沒有了 之後就突然 突然就去做戲了 那中間 發生過什麼事 因為其實 你剛才說的 也有發生在我身上 就是殺出一個黃昏 誰來的 我會在想 是不是 好像那些舞台劇演員 因為 其實我 我不是看很多 那可能她是某些舞台劇演員 所以 嘩 這麼厲害 好像杜月姐 阿彤彤 蘇振維 嘩 誰 怎麼撿回來的 這些人 哪裡來的 一定 肯定不是 麥花神 隨便撿 老屁股 變出來的 一定不是那些 我會去想 是不是 舞台劇演員 出來先 結果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 但是她好像很老練 為什麼 就會產生很多這些文明 然後到今次 呃 填瓷忍呢 真的完全給 很多很多空間 機會 她去發揮 不再是她 只是做 單一面向的 一個角色 那個角色 開始慢慢成長 到大了 到開始她要面對自己 很多 不同很現實的問題 很多情感 要去處理 很多急轉彎的情感 要去處理 很多希望 很多失望 很多開心 很多痛苦 一瞬間之間 她要扭轉去處理 然後 非常生活化 去和 贏狗去做 一對兄妹 還要面對著那個 只要劇本有錢 她就覺得 是好劇本的 郭文輝做她老爸 然後有 帶有 邵美君 頂著 我幫郭文輝 平反一下 她收足錢 她交足貨的 但是她不會 交多過那個錢的東西 給你 即是 你問我 她是一部 自動售賣機來的 那我不會說一部 自動售賣機不進責 或者做得不好 你入13元 她就是會 跌那支補礦力給你 她不會有其他東西的 我知道 爆裂刑警 入錢又跌氣水 她就是一個好的汽水機 我明白的 但是那個問題 對我來講 郭文輝是只有兩個郭文輝 即是撇除真那個郭文輝 現實在到 整面鬍鬍 賣衣 用在家族生意賣衣 那個郭文輝 我先撇除了她 電影裡面 世界裡面 我覺得只有兩個郭文輝 就是搞笑的郭文輝 和不搞笑的郭文輝 然後 大部分 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不搞笑的郭文輝 做來做去都是那個不搞笑的郭文輝 沒有別的樣子 但是 是不是 我們就是想要這些呢 劇本是不是就是需要這些呢 我覺得是不可以怪她 我覺得 她這個年份的演員 不是個個事必要 好像姜大衛那樣 突然之間到了七十幾歲的時候 發現 做戲都挺過癮 現在新式的演繹方法都挺開心 她 沒有必要 對於她來說 她就是在做那部汽水機 我賺錢而已 你問我 陳家樂 他這樣賺錢 我們可能會有點不開心 因為她 她都常叫年輕 她有個未來在那 但你郭文輝 她這樣做做 繼續做做一輩子 沒有問題的 她的人生來的 都某程度上都定調了 除非她突然之間 有些什麼轉變 不行 我要做好演員 我要拿影帝 即她不是 她就完全沒有露出任何想做這些東西 然後做不到那件事 她根本上就是不想做 即是我 我會在這裏南遮宇君 鍾雪爺 然後 養狗做她的哥 其實我都覺得OK 很有那種 真的家裡那個哥的感覺 大家好像 住在同一屋簽 不太認識對方 可能大家會有很多互動 但都不是很能夠徹底了解 然後又經常在鬥鬥氣 鬥嘴 那些 我覺得是微妙的 但是唯一 再離開到那個家的 對我來講就是那個國物費 這個我反對不到你的 然後我會很貼切地想 如果我有預算 扔那個謝君套下去 是不是整件事真的會不同呢 即整個世界線會 Shift 到另一條那裏 是不是整個家 整個家會更像家呢 我要扔那個謝君套下來 我化妝那裏 我要花多 花多點心思才像 太英俊了 是的 即我或者是那個類型的演員 即我扔下去 不是給你一個林雪 林雪你驗了嗎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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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雪他其實他不想吹 我覺得 即林雪在林氏劫案那裏 肥叉 我就會覺得現在整個家的 老爸 好跳 好跳來 即我會投訴的原因 是因為這樣 不要緊 你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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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填詞 那裏是填詞 或者填詞L 並不是一套獲獎的電影 並不是一套做得完美無下的電影 它不是一套100分的電影 它是一套需要觀眾原諒的電影 它是有無限的地方 你需要原諒它的 包括你剛才說的國民輝 包括一些劇本上的瑕疵 包括一些角色構造上的瑕疵 包括一些場景的瑕疵 包括一些道具的瑕疵 有很多東西 即是它那時候 它擺出來的假forum 它發了那些郵件 那些Ui 那些歌 即是有很多細節 其實是做得不好的 但是大家都很樂意去原諒它 那這一個是填詞L 做得最強的地方 就是它擁有一火 可以讓人原諒的心 所以實際上你會見到 它不會在最佳電影那裏出現 它不會在其他提名那裏出現 它只會在最佳電影那裏出現 為什麽呢 因為忠雪真的做得很好 他做得很好的程度 我也是Emma Stone 他的事情就是 把這個人 由15歲 做到35歲 然後你覺得完全沒有違和感 你不覺得他是在假裝 你覺得他真的是羅詠詩 站在那裏 你真的覺得可以人生 Fast forward 真的在看同一個人的感覺 是啦 是啦 你真的感受到他 聽到那首歌的時候 那個感覺 你真的感受到他 不理他男朋友 即是大家一起去旅行 但他不理他男朋友 走了上去唱片公司 被別人吃完一輪 然後回來自己很開心 但是他男朋友很不開心 他完全感受不到 你真的感受到這些 你知道這個人是真實存在 然後這個人真實存在 當然因為導演 第二件事就是 這個演員 是把這個真實存在的人 呈現了在大家的眼前 他他是掌握得很實 我會這樣說 每一次的起起跌跌 他的情緒都掌握到到位 嘩 有機會 填詞 又被人fake了 有機會 我 可以填到出 出街歌 沒有 又沒有了 我覺得有些位置做得很漂亮的 就是 你走去跟家欣989說 我不收錢我都可以填的 這個社會就是這樣的 你是填了 你說這句是你填了 就是阿倫罵他 是罵得對的 然後 羅詠詩是好做到那件事 忠率是好做到那件事 他是一個人填了之後 很正常的反應就是 嘩 為何這個世界要這樣對我 他不會覺得自己填了 他就覺得 為何這個世界要這樣對我 我已經這麼努力了 我已經付出這麼多東西 為何這個世界要這樣對我 但他不會想起自己填了 這件事是太完美的呈現 在紀幕那裡 阿倫用一些很明顯的方法去說他 然後他就是覺得 為何你要這樣說我 我已經這麼努力了 但是他是想像不到 其實你抽離好客觀那件事 就是其實是你自己填了 你是不應該說錢 你是不應該跟那個artist說錢 那些東西是應該監製做的 但我覺得其實去到那一刻 阿倫是 即是他一開始都說了 原本呢 我是想來教訓你的 即是他之後沒有說 即是我覺得可能他都覺得 說這個年輕人好像有些少少於心不忍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出來做事都是這樣 即是我說得你 我是因為我對你有希望的 但是我以後都不見你了 我說你做什麼做得好 做得好做得好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即是我覺得 其實那一部分他最重要就是 跟他說 你這麼努力了 試過這麼多次了 但是都不行 有沒有想過 其實 你不是真的這麼聰明呢 這一幕是最不好是說這句 因為這一句呢 是導演想和自己說的東西 阿倫那一刻是成為了工具人 一個人類是不會敢跟人說話的 那你敢說又 即是可能阿爸阿媽會 阿爸阿媽會 或者 即是因為理論上 其實實際上是沒有一個監製 會走去跟一個年輕人這樣說話 你看一半你開始其實已經明白 你現在是 導演 戲劇化了自己 經歷過半個人生 即是有時候你看電影看到這些位置 你覺得他這樣說出來 即就是那句 你這套戲就是有辦法令你原諒他 所以其實你會明白某些位置 為什麼他要這樣 這麼便利化去做 為什麼呢 其實你明白的嘛 所以我覺得你說你那種原諒是存在的 一說田辭子又要說梁仲恆 沒有啦 不是不是不是 鍾雪和養營那件事都是 就是他們接得住梁仲恆 那間office有三個人 一個大隻佬 一個梁仲恆一個林婷 林婷還是林仙婷 現在他叫林仙婷 林仙婷是完全接不住梁仲恆的 他是被梁仲恆壓在地上磨擦 即是他是沒有氣的 簡直是 他的角色好像不存在 被他磨到 那兩個就是KDF變了 是啊大隻佬也是 梁仲恆就是一腳踢你 KDF那張椅子那裡 是啊他就是一下子抽走你 然後鍾雪就是接得住 余香營就是接得住 單是接得住這件事就已經可以站在 最佳的女主角這五個位置 我覺得簡直跟他 有得打 中雪益 他那一幕 很生氣 衝進去間戶 那一夜是跟他有得打的 開門的時候跟他互動 是有得打的有得打的 然後我覺得梁仲恆 可能都感覺到這件事 所以再扭扭進這個Turbo 再跟你再鍛 越鍛越高 所以再開多點 再開多點 又是網球 我我開個球再開快點過來 咦你又擋到 我開個球再開快點過來 你又擋到 厲害 這樣就好看 是是是好看 是好看 沒錯 他由舒拉寶娃突然間變了月前龍馬 那個級數 突然間去了另一個次元的跳躍 就是那個感覺 就是我會覺得 哇 越來越精彩 越來越好看 兩個兩個世外高人在打架 可能未至於世外高人的程度 但是 就是兩個越鬥越高的感覺 是對我們觀眾來說 是一件好 好享受的事 是好看 好玩好看的事 那兩個都是被梁仲恆之魔國的人 但是如果你要我選擇的話 我是無論如何我都是忠說的 忠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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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說 你無論是酷爵說什麼都好 Elephant都是屌打劉青雲的 即是他一天沒拿到那個梳椒出來 Elephant仍然是繼續贏的 Elephant最後是不打他 他都不是打贏的Elephant Elephant吃飽所以不打他 是的 Elephant說OK不打人了 有招式 所以陪審 陪審團的決定是一致的 是忠說的 忠說忠說忠說 如果不是忠說 我會覺得很可惜 即是你給了羽香營 我都會覺得很可惜 即是Elephant Elephant在說 即是我都支持了羽香營很多年 你給羽香營 我會接受的 但是我覺得 我有種說不出的 怨惑 雖然現在 現在你叫我幻想 忠說忠說去拿的話 我可能 都是有一點點會覺得 鄧如香營 抵 我又會這樣覺得 喂大哥 你整隊 戰艦大炮來的 你那個危險係數 你那個世界危險係數 高到爆瘋的 你輸是 又有一點點不抵 即是我又 我又幻想到這個程度 即是兩強相遇 這一刻是 但是如果你要我 真的兩姐要選一個就是忠說 又說 金馬獎的好處就是 她組過金像獎幾個月 所以就一定有這些 女主角 如香營 和忠說營 都又是金馬獎的 但是輸了給小曉的 靚妹 是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 你連 本日公休 婆婆 綠小分 都輸給小曉的 靚妹的 不是 小曉是厲害的 小曉是厲害的 如果 但是如果小曉扔進來的話 你們全部危險係數 又變得很低 你突然之間開一架 宇宙戰艦進來 Elefon 也好 劉青雲也好 都是沒得打的 是的 你那個波子 在Marcos面前 同一架廢鐵是沒有分別的 沒錯 沒錯 即是是癡遠的問題 就是小曉 我在這裏有說一說 就是 因為 香港原來 其實沒有一點機會 看到這套電影 不是 她上的那個長數 是小到癡 她有上的 即是我同樣 未來 我不知道 可能在任何 Streaming 的地方 都有看 Netflix也好 Disney Plus也好 小曉是一套 我覺得 一套好電影來的 為什麽呢 即是我覺得 那個切入點是 很有趣 你小曉 你一聽就聽就知道了 主角一定就是小曉本人 因為她是有過度會約席的 那小曉 林品彤 是的 為什麽她說做得好呢 因為其實 都是其實是那個小演員的問題 你不夠人生月曆去感受 那麽多 那麽恐怖 那麽殘酷的事 你不夠空間去 吸收那麽多東西 但是 她又做到 即是如如王子樂那樣 你不認為 她 要感受到那麽多 那麽黑暗的東西 但她呈現到 那麽多 那麽悲傷的黑暗 你看 就很厲害 是不是 但是小曉再多一層 她有病 為什麽 你會 再理解到那些 有過度會約症的小朋友 的痛苦呢 然後再 多一層 她有過度會約症 然後 所有大人 都賴你的病 沒有人真正去感受過你的感受 即是其實 分分鐘我做錯這件事 或者 我為什麽發脾氣 其實跟那個病 不是真的有那麽大直接關聯 然後 全部大人在你周圍就是說 你有病 所以你便會這樣 你怪胎來的 你便會這樣 你會怎樣怎樣 你不認為 一個小曼又會幻想到 一個她根本沒有這個病 我身邊的人 都沒有這個病 她要幻想這個病 她要幻想這一種感受出來 又再在你面前再呈現出來 她怎麽樣受千夫所指 全部大人 沒有人體諒你 只是想你死 說你快點爛 叫你快點退學 那個感受是怎麽樣感受出來的呢 她怎麽樣做到的呢 連我都幻想不到 為什麽她幻想到 你想像不到 所以這個魔法洗不出來 對 我想像不到為什麽她想像到 所以我複製不到她的魔法 真的很厲害 為什麽她這麽厲害呢 為什麽小曼又丟進來 就沒有 其他人就會變得 相對危險系數 就會變得低 就是因爲大家在在座的演員 五位演員 我覺得他們有足夠的人生月曆 或者空間去想像 或者感受 去角色 當刻真正感受 或者他們應該怎麽樣呈現 他們是有餘地去幻想到出來 但我覺得小曉 這個女生 我幻想不到爲什麽她幻想到出來 我明白你說什麽 即是好像那些數學比賽 你突然之間有個年輕人 天才兒童下來贏了 你自然是覺得很驚訝 但是你覺得大學生贏是英分的 你讀了那麽多年數 你就會覺得是那些 真是轉生出來的 很多我堆剔的孩子 現在這個世界 很多人害怕 她是多你兩三個人生的 但是不是月之圓缺那些轉生 那些垃圾轉生 那些什麼喇嘛 她轉生了幾世 她真的有一輩子有ADHD 所以她知道 她被人笑過 被人罵過 她被人側過吃藥 所以她就知道 你他能吃太多 她知道為什麽 你不應該知道 為什麽你會知道 為什麽你可以做得這麽好 為什麽你好到令我 連說服到我 都覺得你做得好 就是這麽解 不要緊 好處就是小曉 是不符合資格可以報這個 香港電影金像獎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好處 就是令大家少了一個視野 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有很多電影都很少中 一個電影可以推到 給大眾看 這件事不是 就是要很多緣分 是不是 例如死蠢 例如死蠢 你想想 有幾多人聽過死蠢 這部電影 但是我和你都是超推的 不要衰些說少少少警察 有幾多人看過少少少警察 已經算多了 但是沒有看過少少少警察的人 應該真的都很多 哇 最近很多 我看到Facebook 突然有很多Page 說少少少警察 是不是因為出租家人 我覺得是因為出租家人 申志偉和田柳貼在一起 那個search rate高了 然後 然後他就找回舊的文 是說爭執偉和田柳 然後就是少少少警察 鄭張學有有 羅大有有 陳有有 哇 你這麼蠢我怎麼教你 有事有